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一直以來我們對於身材的標準 就是用所謂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怎麼算吧 尤其是有經歷過病疫體檢的各位 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BMI 這個算法是在19世紀 由一名比利時的統計學家凱特勒所提出的 所謂BMI其實也叫做凱特勒指數 這個公式廣為流傳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簡單易用性 可以很快的估算出一個人的身體狀態 但當然它也有不少的缺點啦 首先就會產生這種情況 明明體型差很多 但是因為身高體重的差不多 所以BMI指數幾乎一樣 因為這種算法忽略了身體的肌肉和脂肪的分布 再來如果我們從因此分析的角度來看 身高是長度單位 長度的平方是一個面積單位 而BMI是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也就是說BMI它在算的 其實是質量分布在一個二維空間平面的量值 但整是一個三維空間的物體 所以用體重除以面積確實是不太合理 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出改良版的BMI指標 它長這樣 1.3乘以體重除以身高的2.5次方 這是由牛津大學的一名數值分析教授提出來的 他注意到BMI的音次不合理 不應該用身高的平方 但又因為人不是一個立方體 直接用體重除以身高的3次方也怪怪的 經過精密計算後 他選用身高的2.5次方 並且在前面用一個1.3的修正量來做調整 所以像我身高181公分 體重58公斤 對我這個人跟骨頭是沒兩樣的 但還是要當兵喔 啾咪 用傳統方法算出來的BMI是17.7 用新的算法算出來則是17.1 大家也可以自己算上看喔 但除了用BMI當作指標之外 牛津大學的另一名教授提出了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只要你有一條 繩子就可以了 這方法很簡單 把繩子拉到和你的身高一樣長 接著把這個長度的繩子折一半 把這段繩子繞在你的腰上 如果套得住的話就沒問題 繩子不夠長的話就代表你該開始運動啦 大家應該也猜到了吧 這個算法是在測量身高對腰圍的比例 這並不是從外觀健康美麗的角度來看 而是從肥胖對於生命安全的威脅來做的測量 因為肥胖有很多種類型 其中的所謂的中央型肥胖 也就是四肢其實沒有很胖 但它身體的軀幹尤其肚子是最肥的地方 這種類型的肥胖罹患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的機率是比一般人要高的 依照他們的統計 用這種方法來做測量 比BMI要來的準確許多 當然太瘦也是不好的 他們建議身高對腰圍的比例 維持在2比1是最好的 所以把繩子的長度對半折 套在腰上就是這個目的 那當然還是要很老套的提醒大家啦 我知道很多人的新年薪希望可能是減肥 但請用正確健康的方法 另外呢 太胖或太瘦同樣都是不好的 像我就瘦了跟鬼一樣 其實就應該要來增胖一下才對嘛 總之呢 總之呢 任何形式的身材調整 都應該要以健康為大前提才對 千萬不要為了身材把身體也搞壞了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讚個讚 想跟更多的話就有歡迎訂閱 然後順手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或是點擊螢幕上這些框框也可以 那這次就這樣囉 我是啾啾咸 下次再見囉 掰掰